它是否萬眾期待呢? 我就不敢說了 但就我自己言,我就是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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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 我實在等不及了,我現在就要開盒了 Itadakimasu 終於有一個人形了 當然,Giganta 也是,但這是一個小小可以手握的尺寸 重點是一個全新設計的角色 在舊有的Itadakimasu 其實是沒有這個角色 這是一個全新概念設計的角色 而這個角色的定位是一個刺客 你看看它的配置,真是很吸引 看看吧 它到底有幾次客,我們在後面再說過 現在我們就做一個Super Hero Landing 姿勢 Super Hero Landing 可以為一個供應測試可動的方式 對呀 很厲害 甚麼都不用說 厲害了 不是甚麼 這個超級英雄穿地 其實都是一些很公式的示範 想大家安心 想試真一點 我都是每一個關節,先動它 注意,如果你想轉那個肩膀的時候 記得拉起了那些爪才好轉 這個設計是非常之好 手掌可以打開,那些手指都黏住了 不過大家習慣了,這個設計是非常之好的 整個宽關節一直麻給你看 沒有懸念的啦 這方面有摺地的,我現在可以搖來搖去 但是就不能轉 剛才在示範的片段裡面,我動來動去 做一些近鏡的鏡頭 都看到它充滿著很多不同的細節 和刻畫 再加上它一個不是公式的體格 所謂公式的體格是甚麼呢 就是方方正正的機械人 它不是的 這樣令到它就異常 很有吸引力 很好看 有你也有一點弊 大家要注意尖角位置,很容易弄傷自己 小心點 我們再細心看看帽子 我們看到這次這個角色 增添了少許野獸的味道 更加令到這個刺客的角色 更加凶猛 更加凶猛 畢竟是刺客 那你一定少不免有些close combat 打近戰吧 現在就來介紹它 首個近戰的武器 這個就是攻擊力超級高 破壞力超強的 獵殺控爪 嗯... 呃... 這個... 喂喂喂 正華你這一招 甚麼的名堂 白髮白縱 串心龍爪手 白髮白縱 打破 咳咳咳 我們回到現實了 這個爪可以收起 收起的時候意味著甚麼呢 可以抓住一些東西 當然 也有重量限制 自己因著來玩 我們可以幻想到如果這個爪 一下抓到駕駛艙 敵人會受多大的痛苦 而這個圈圈 我們是隨意加減的數量 我們現在就試試加滿它 是不是覺得好熟吐麵呢 對呀 沒錯就是鐵劣戰士了 大家就不要說它是抄 因為大家都像一個暗殺型那種 角色 還有它有一個一擊撇殺的效果 我覺得是非常之匹配的 它可以放在手上 但是記得我們要卡得入一點 這樣才可以駕駛得緊 在背部的這個圓柱位 同一時間我們可以收納這個圈圈的部件 其次兩支大錘我們都可以插在旁邊 它是沒有防守的 它是一個全武裝的一個角色 沒得頂 是不是很有型呢 如果我們這裡有個連接件 我們把連接件 放上去 這樣我們就要把這一支大錘 加上去 怎麼玩呢 如果你有入到複數 就這樣說 我自己入了一隻 你就可以 首領的角色 可以拿著這一支 好像拳杖那樣的東西 代表著它的身份 現在我就把它變形 變成這個雙頭模式 這個過程 都是非常之簡單 和容易 在說明書那裏 它會教你 直接拉上半身上去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把它分了看 然後推下去 就會方便一點 上半身 中間中空的圓柱位 它比較緊 我覺得 和我認為 建議大家 拔出來 推出去 會好一點 原先的鋼爪 來到這裏 就會變成腳 雙頭 上下倒轉了 所以它的腳 就會變成了 雙頭 或者我們都習慣了雙頭龍 雙頭龍 雙頭龍 不敢喊 其實它不是龍 它是一隻雙頭的二型怪獸 你有沒有見過 龍是有三隻腳 除此之外 腳趾還不齊 所以它作為一個二型機 雙頭怪獸 就非常之貼切 在這裏都補充了 在背部這裡 它有一個按鈕 用途就是 使得中間的圓柱的孔 擴張 使得 紅色圓柱形的東西 進出時 就會比較方便 但是它不知道是不是 設計有一點問題 會很緊 所以比較 用手 就會比較方便 這個也是我建議給大家的 現在到了我自己比較喜歡 最喜歡的一環 就是把它變成這個 大手手的模式 意味著什麼 即是一隻巨蛋就會出場 興不興奮 這裏我很喜歡 設計師的想法 和概念 真的做了出來 因為現在這個變形 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在較早前 被玩家玩了出來 就出現了這個 在這個變金剛的合體戰爭裏面 它合體做一隻手的時候 有些玩家都這樣 將它屈上去 設計師就將這裏 再做一個變化 直接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再做一個變化 哇 正呀 你看看它的手 多麼粗 多麼大 多麼黑 這簡直令我想起生化 危機2 裏面的William 做了這個二支接駁手術之後 明顯這個活動力 沒有以前那麼高那麼強 取而代之 我們就是一個 超強的破壞力 厲害呀 這裏面的活動力 是一個最佳的 最佳的彩蛋 是一個最佳的彩蛋 是一個最佳的彩蛋的位置 是一個最佳的彩蛋的位置 要有像她的能耐,才能坐進駕駛室 老實說,有點搞笑 雖然動作很滑稽 同一時間,我亦不知道原因在哪裏 但作為外星人,可以將身體屈曲 其實不是怪事 這次的分享真是反高潮 我相信亦有別於一般大家看到的影片 因為我現在才來,反過來說小錯字 就是來自宇宙的刺客 是來自地獄的機甲兵團 嘩,好恐怖,好兇死,好厲害 在葉內,我們看到有更多介紹的玩法 很多自由組裝 像這個三一帝王,我自己就 I'm the thing it 超棒的,我喜歡 自己遲些試試玩吧 然後也展示了,如果你有其他WARUDA SHOOT 你就可以將它組合成不同形態 自由 組合一個你喜歡的外星人出來 這次的士兵和他的Machine 我這樣形容 定位是刺客 所以我覺得他在WARUDA星人中 是絕對不能缺少的一員 所以你亦不能缺少他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Hopby Miser的Stanley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的時候 再和大家見面吧 拜拜 拜拜